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你说为什么这些仙人 要把这七座青铜钟放在地上 当然是百座七星镇 这种阵法一般拿来防护或者镇压 大家小心 好像哪里有点不太对 师父 是不是这些仙人的尸体有问题 这座七星铜钟镇看样子是驱邪守护之用 但这些仙人还是死了 不过这些不是重点 我也是刚才才注意到 这座七星镇已经失去守护和驱邪阵魔的作用了 那是桶中原本所在的位置 这座桶中发生过一栋 秘境情况复杂 大家都小心谨慎一些比较好 此地不宜久留 等到万元城市变好点 我们应该立即离开这里 外面没声音了 天也变亮了 我们立即离开这里 看来这里也发生过大战 而且不少大地的追随者在这里倒下 这里本应该有尸体 但都消失了 恐怕他们都变成了黑暗中的那些诡异怪物 大家都小心一些 快速通过吧 大天内的那些陷阮尸体消失了 现在天色没有变化 趁着白天 下一堵大地我们不做停留 直接穿过去 走 领霄大地在死前 几百岭和他战斗的敌人了吗 defense 看来当年大战中心地区 就在密进了核心地 那里的形势 恐怕更加复杂和危险 大家都小心一些 出发 当心 我来处理 大家不要停下脚步 卓霞师妹 你先专心恢复状态 后面这段路 我护着你 完全没想到大兵一惊灵 连云林中的植物都被诡异力量控制了 要不是若霞仙子的大法精湛 恐怕我们 没这么轻松穿过 那是当然 我们朱雀仙界最擅长玩火了 对了 叫我姐姐就好 好的 若霞姐姐 稍作休息恢复状态 我们立即穿过废墟 谁都不知道 当年大战在这废墟里 留下什么 都万分小心 好的 我们都不会疏忽大意的 看来这里 曾经是大地炼丹的地方 可惜这些药材了 还有那些丹药 都是极其稀有的真品呢 大爷爷 就算他们没有失去药性 这个秘境也被诡异力量侵蚀了 谁知道那些药材和丹药吃了后 会变成什么样 好了 我们继续前进吧 快速穿过这片废墟 我们不知道天色什么时候会变化 得赶紧去下一个大地 我还以为那片废墟被毁得这么狠 里面肯定残留不少诡异力量 或者别的东西 也只不敢放松警惕呢 这里情势复杂 谁也不知道当年这里发生了什么 小心谨慎 没有错 师父 这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大家等会都不要出声 小心地穿过去 我保证不会出声 我保证不会出声